我们再直接看一下关于插件类模板的修改 那么这一类模板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的 毕竟插件它是一些单独的系统 有的插件学习起来比学协议的时间还要长 所以我们作为新手去替换这些模板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可能会无从下手 这种模板基本上是没有规律可遵循的 比如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模板 通常模板都会附带一个作者提供的这种帮助性的文档 或者是视频给我们做参考 当然它也是全英文的界面加上全英文的结束 这个模板我们用预览图像加载一下 那本身文字都是用例子做的 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们看到这种粒子状的飘射出来的这种文字 非常的漂亮 包括后边还有这种图形 都是可以用粒子去生成和制作 但是这个模板修改材的话呢 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默认情况下 你打开的是一个粒子状态的显示 那么它的下边audio的话呢 都是音频层 那第一个 我们这个all它是所有的涂层 我可以双击进入内部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涂层很多 虽然你看到了从左到右的这种 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切换 但是你并没有看到 左边有这个类似于 一二这种的修改的这个顺序 虽然我看到了这个修改 但是这个素材呢 我们看到它是 借助很多效果去生成的 并不是单纯的烟雾素材 很多素材呢 它可能会直接就用烟雾素材 就不用去制作了 这个也是一个省时间的地方 但是这个模板都是用 插件和效果去做了 所以比较的吃我们的 电脑的CPU和GPU 回到上一集 同样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你是SEQ02 然后是Cloud01 我们可以在项目中看一下 这边Cloud01我们看了 它就是一个烟雾 没有什么可修改的 然后再往下 就是关于文字的这个合成 比如这边SEQ2的话 可以看到 这边的粒子的文字出现了 那我们知道 SEQ2是修改它的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双击进入的话 你会发现非常的复杂 然后我想把这个文字修改一下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文字层 但是修改它的话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边它主要的是借助 一些隐藏的图层去实现的 因为在这个插件的这个模板中 比如说我们来到下边 效果空间 全部都是我们这个particular图层 这个图层会有非常多的参数 所以我们选择不同的类型 这个模板的修改思路 它是需要你有一个文字层 比如这边我有一个文字层 然后我来修改一下 改成自己的文字呢 还不行 还需要把它变成轮廓 这边我来选择一个字体 比如让它的样式粗一点 然后大小的话 这边让它大一点 比如我改到200左右 有了文字之后 它并不能在这个粒子层中进行加载 我们需要隐藏一下这个图层 你依然需要选中文字层 通过图层菜单 这边我们可以进入到图层 选择我们的自动追踪 这边选择当前真 确定 可以把这个文字变成蒙版的方式 可以看到自动追踪出来的蒙版 我们原始文字就可以隐藏了 那追踪出来的文字展开之后呢 是有蒙版的 这边蒙版非常的多 那你按住shift点击第一个 到第14个一起选中 然后编辑复制一下 这个层就可以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需要替换的层的是下边 这边这个轮廓层 可以看到释放的轮廓层展开 它原有的蒙版都是这些文字 我们把它的这个蒙版1到蒙版23选中 按下删除键删掉 然后我们在上边选中的情况下编辑 再粘贴一下 这样子把自己的蒙版粘贴到这个层上 我们再看一下它目前的这个状态 单独显示的话 你的文字还是文字 但是它已经变成了蒙版显示在这里 我们把自己上边追踪的这个文字层可以删掉 那我这边改了这个文字之后 回到前边的合成 我们看到文字已经替换了 并且这个粒子它是完全是动态的 我们在渲染播放的时候是非常慢的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它彻底渲染出来 因为本身你的背景也是充斥着大量的粒子 而且我们在它的涂层中可以看到 这个层它是完全的粒子的涂层 这边刷新之后都可以看到它的显示 然后下边这些particular所有的全都是粒子层 一堆粒子层的话 相信我们这个速度呢肯定是非常慢的 那么作为有一定AE基础的人员 也不一定能看懂作者的这个设计的结构 因为很多图层真的是特别的复杂 这边我们在这个particular图层选中之后 可以调一下这个随机种子 那么这个层呢就是控制文字的这个层 修改随机种子的话 可以让这个粒子呢有一些随机的变化 就是每一帧的画面呢和你之前又截然不同 而且这边也可以看到关于粒子的一些设定 包括粒子它的这个方式 发射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层隐藏一下 你可以看到文字呢不仅仅是有这个轮廓的粒子 还有内部的粒子 那这边我们就修改完了这个文字 然后回到完整的合成 后边的文字都是一样的 只需要了替换内容 你就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